那我们就要问一下张胜书老师 什么紫微命格的人 可以嫁到好老公 这样看得出来吗 是 当然看得出来 所以你看 今天有三位幸福人妻 对不对 所以各位观众 你听他们讲故事 他们到时候嘴巴在讲爽 还是他们真的是好没讲 我们来验证一下 怎么样能够去嫁到好老公 我们从夫妻宫来看 我还没开 我刚刚这样一看 全部命中 什么 来 我们先看第一个 天相 好 三位都没有 我们先说天相这个相字 其实以前就是宰相的相的意思 天相就是什么 上天派来辅佐的人 所以男生天相以前就叫做宰相 可是女生的天相 落到夫妻宫的意思就是什么 相夫交子 也就是用来辅佐老公的 所以有天相在夫妻宫的人 特别会挑老公 甚至会看出来说 这个人现在很落魄 但是我知道 对了 所以以前最有名的就是洪佛女 去看到了李靖 洪佛夜奔 对不对 所以像这个天相要有一点那种 豪迈的侠气 我看准这个人 我知道就是他了 最称为相夫交子 但是我刚刚看了三位 你看这个有趣了 太阳星 斯嘉跟宇柔两个都有 宇柔因为你的夫妻宫是空宫嘛 所以是对公的太阳跟天亮 所以你看太阳这一颗星 其实两位刚刚你每天都把它形容了 所谓的成熟是什么意思 EQ好 人际关系知道该怎么应对 你看刚刚提到的 全家人那是很难处理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 男生一旦会这样子 那就是了不得 所以我们不要说什么高帅富 有的时候我们就说那种很nive 那种天真 或者应该就是说控制不了情绪的 控制狂 或者这种背后灵 那种高富帅都不能要 为什么 他们还没长大 是 还没长大 可是太阳就知道 我还找这种成熟稳重 而且得体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 如果我们就讲 你看 嫁了 对不对 他开心得很 是不是 真的家族旅游 他只要敢去的话 差不多都可以考虑一下 对啊 太恐怖了 而且终于是他命一定很硬 真的 很多男生在这个时候 就会在那边咿呀呀 或者说 为什么要这么那个如何的 对不对 真的如果对他有意思 对男朋友有意思的话 办一个家族旅游 看他赶快地出现 对 没错 所以你看 再来一颗 天良 西燕跟游 你看看 两位都有这一颗 你看他是天良 是不是 所以天良其实 其他都不要讲 我们就讲一个天良 我们不要看起来 好像很独立性的女生 她们很在乎家人的意见 她就不会乱挑 是 她今天再怎么爱 她还是回头 家人有想法 为什么 因为很多女生会有盲点 爱上怪咖的人都是有盲点 他们把爱情放得太大 可是家人一定会给他们一些对的劝告 所以天良很在乎家人的意见